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尹文杰 我来自苏州 苏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如果你不清楚苏州在哪的话 你可以理解它离上海很近 是一个big city 目前我在Suffolk读的是 Mathematics 数学专业 我很喜欢这个专业 你能够认识吗 你能够认识吗 我觉得Suffolk University 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去提升我的学历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 并且呢 它愿意给我机会 它希望我成功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选择Suffolk是对的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关于Boston 在2019年的时候 我来Boston之后 我就很喜欢Boston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smart的city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城市 我特别喜欢这儿 这儿非常有活力 所以我就选择了在这里读书 我觉得我很高兴 我很快乐 在这儿我必须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特别特别感谢 我在Suffolk 上了两节Writing的课程 然后我在Suffolk University的 这学期的Writing 101 I think it's great 我有三个Writing的老师 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第一个是George 当我在那个 Into Suffolk去读第一年的时候 第一个学期的时候 George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他逐字逐句的帮我去改Writing 改改我的文章 我觉得太棒了 然后我在上104的时候 我遇到的是Professor Alden Ward She is a very very good professor 他给了我很大的 关于写作上的帮助 就是他会在一个 端点符号上去帮我纠正 这是给了我很大帮助的 在这学期我上了 Dr. John Lee的Writing 101 这本课是给我很大启发的 因为他不仅教会了我思辨的思维 他在课堂上还逐字逐句的去解释我们的课文 他让我考虑到事物的很多方面 然后他给了我们的写作的文章 也让我非常深入的去了解了我自己 非常深入的去看到我自己 然后对自己有一个很深入的剖析 I think it's very good 这是其实事实上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因为在中国的话 我的家乡也有大学语文这门课 而我的家乡大学语文 当你去读一个STEM专业的时候 其实语文课对于STEM专业的学生 没那么重要 老师也认为不重要 学生也认为不重要 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到这种 真正的去了解到语言的这种美丽 而在这儿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关于language方面的一些 语言方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其实写作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自己 真正的跟自己对话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可能就是 两种东西方文化的一种碰撞 当我们可以去理解东方文化 然后我又在美国学习 然后又理解了美国的一个文化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把我的眼界扩得更宽 去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相信这个东西对我 我相信这种软的实力 对我接下来去在这个社会上去找工作 或者是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我可以更包容地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对